长期关怀偏乡协助弱势的台中污日普世公 23号与县议员林平阳前往乡境内各案的弱势家庭 进行关怀并发放慰问金 普世公表示只要有需要被关怀的乡亲 都会进行评估给予适当的协助 让乡亲们能够感受到来自于社会的温暖 长期关怀受风向弱势族群的普世公慈善协会 与县议员林平阳合作来关怀个案的弱势家庭 除了发放生活物资 同时也自证慰问金来协助用行动不定时的进行关怀 我们服务处长年以来都在关心地方的弱势 特别感谢我们普世公慈善协会 特别前来关注我们常年在关心的一个个案 期盼透过这次的慰问 能够溢解我们乡亲的燃眉之急 能够协助他买一些补给品 同时让他在这个天灾的过程中 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大家的关爱 议员跟我们告知这个案件 所以我们今天来关怀大姐他们的家庭 我们也是有来做发放物资 然后也一起来关怀大姐 也祝大姐身体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普世公慈善协会理事长红柱表示 普世公长期光怀弱势 只要有民众有需求 不管是贫富专注 荒木捐赠物资发放 普世公慈善协会都愿意进一份社会的力量 未来也会持续引致慈善机构 给予地方需要的民众资源上的协助 度过难关 记得就好 收获相报道